十年前在北京 当时就上班吧 当老师 十年前的今天刚好满二十 我当时应该是在读大学 在成都 十年前 我在初中 十年前就在饭馆 就服务员 当时算是当老师还比较稳定吧 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决定离职 然后自己去创业 反正就是影响比较大 但是到现在还在坚持 做关于婴幼儿教育这一块的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选择来北京吧 因为我本身不是北京人 大学也是在成都读的 但是毕业了之后就阴差阳错来北京工作了 学了艺术 可以当个音乐老师 高中跟着我们的音乐老师 开始学习了音乐专业 然后一直到了大学报考音乐教育 再早一点学音乐好好练琴吧 创业这种的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当时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说反正就是不管做什么决定吧 就是慎重考虑 然后如果说真的决定好了 就坚持到底吧 关注股市里边新能源这板块的一些公司嘛 然后可以买一些对吧 然后现在可能都翻倍了 好好谈恋爱吧 我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 别玩QQ农场QQ车位这种游戏了 十年之后的好玩的游戏多呢 好好学习 六十三变化很大了 战战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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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催好催死 路都充满了 十年前就是外卖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呀 手机支付也没有很方便 现在的话就是带一手机就能出门了 我感觉这是大家感觉到最大的变化吧 变化吧 生活非常便利了 我觉得变化最快的其实就是通讯这方面 我记得小时候是我发烧了 我就一直我妈在上班 我联系不上她 我只能在门口的大厅里一直等 然后等收都快退了 我妈才来 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方便 什么事 只要一个电话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什么视频 微信啊什么都很方便 四年前就没有 快递外卖这些新的技术 给我们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 短视频这些新兴的这些 视频软件吧 这种APP有比较多 当时都没有 娱乐方式比较 发展比较快 空气的话 也是十年前 可能大家都知道 北京雾霾比较严重 然后现在你看 每天蓝天白云的非常好 北京现在绿化的 越来越好了 所以这块 也是大家感到 比较幸福的一点